白露能不能把女明星的包袱剪一剪 猫测节目组要求大家吹口哨 别的嘉宾纷纷照做 而白露却是 吃西瓜挑战 白露更是秒变炸之机 一边嚼一边喷水的样子 引得周身 疯狂吐槽 周身一句话不仅笑翻全场 就连正在炸之的白露也难言笑意 单随里又塞满了西瓜 这到最后干脆自我放弃 开闸泄红了 自从白露成为跑男的常驻嘉宾 可为凭一己之力 成功带动了整个节目的舒适率 别看白露长相甜美 清纯可人 其实私底下就是个十足的搞笑女 而她最让大家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那放肆的鬼畜笑声 网友直言自从看了白露大笑 看她的剧度迟迟入不了戏 而她那身穿红色大花袄 扎着两个牛角便 放肆大笑的视频 也被网友贴心地做成了表情包 要知道在此之前 白露一直不温不火 就连她本人也没想到 最后居然是凭一张表情包 一夜爆红 尽管白露调侃自己笑得像小牛 但网友却很直接 这不是小牛 这分明就是牛魔王 如果你以为白露只是在综艺中搞笑 那就太天真了 必定她可是第一个 把任嘉伦逼疯的女艺人 在拍摄周生如故时 白露所到之处 必定笑倒一片 由此白露正在和任嘉伦演感情戏 结果白露突然笑场 那放肆的笑声一旦响起 根本不受控制 白露一笑 任嘉伦也忍不住跟着笑场 几个小时下来 压根拍不了几条戏 卑鄙无奈 任嘉伦只能弱弱地威胁她 任谁也没想到 把观众虐得死去活来的周生如故 片场居然这么欢托 以至于参加综艺 完成憋笑挑战 任嘉伦第一件事 就是阻止白露 不过即便如此 白露还是不负众望 一秒破功 不得不说 高校这块白露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 但他也因此树敌不少 在半是蜜堂半是商的采访中 有一个环节是两位男主演 需要在头上戴上大蝴蝶结 白露描述罗云西时还比较正常 可面对高汉语 画风却是这样的 白露这一张嘴 就让帅哥沉默的功力 真是名不虚传 正当高汉语还在默默伤心时 白露又补了一刀 对此网友不禁调侃 好好的美女怎么就长了张嘴 那鱼究竟在高贵什么 这一幕发生在奔跑吧兄弟中 当天节目组安排嘉宾玩词语游戏 白露抽到的问题是 冰箱里面有什么 白露脱口而出了一句 碗 此话一出 身后的其他嘉宾 就像被点中笑学一样 笑个不停 郑凯直接跪地 脸上写满了不敢相信 冰箱里面怎么有碗啊 而蔡徐坤更是尴尬到 无脸不忍之事 就连老牌演员杀意都大声发问 碗里放的是头天晚上的剩菜嘛 听着众人的嘲笑 白露很疑惑 冰箱里为什么不能有碗 冰箱里有碗对于 打工人出身的白露来说 平凶无奇 但对于自诩高贵的 娱乐圈艺人们来说 却是奇耻大人 要知道 明星们的冰箱 都是用来装高档化妆品 或是昂贵香水的 此前七微就曾在一档节目中 公开过自己用来收藏香水的冰箱 冰箱门打开的一瞬间 直接震碎了观众参观 只见七微的小冰箱 完全没有食物和饮料 而是各式各样的香水 其中何炯随手拿的一瓶 就是有着六十年收藏历史的古董货 难道这就是明星和普通人的区别吗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冰箱里有个碗 是触犯了娱乐圈的天条吗 难道贵圈的艺人们 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上流人士吗 这档节目播出后 许多网友都对白露路转粉 毕竟相比虚荣假假的明星 网友更喜欢接地气 没有架子的人 白露最开始只是某个小网站的模特 因为被愚政发觉 才进入娱乐圈拍戏 虽然头顶明星光环 但白露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反而会放低姿态 以朋友的方式和粉丝们互动 上节目他也没有任何偶像包袱 无论到哪里 都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拍戏时 他也不会提任何无理要求 导演怎么安排 他就怎么来 所以和他合作过的导演演员 都对他印象特别好 就连在帅哥面前 白露也不会刻意维持自己的偶像形象 别的女星拍戏都会营造CP感 而白露拍戏却是跟帅哥们处成哥们 所以白露从不担心 自己会跟哪个男明星传绯闻 在这个颜值才是王道的圈子里 白露从不顾及形象 想笑就笑 甚至贡献出一系列表情包 白露的坦然率真 赢得了一众网友的好评 那些嘲笑别人的人 自诩高贵的 反而立不住人设了 从网红模特到欢愉一姐 半露出家的白露 凭什么让余政甘愿力碰 之前一直不知道白露斗音 那一排表情包是什么意思 直到网友科普才明白 这些原来都是他出道以来饰演的角色 招摇中的陆招摇 用标志性的烈眼红唇来标注 周生如过的十一 用数字十一标注 就连刚进组的江雪宁 都贴心的加了进去 不得不说 这些小细节真的让人感受到 他对表演的认真和热爱 而白露不仅将自己 与饰演的每一个角色融为一体 每次杀青过后 他都会特地发一篇小作文 与角色告别 拼搏努力似乎成了白露身上的标签 就如宋佐尔所说 白露真的在悄悄地努力 特别喜欢白露的演示 因为他特别努力 他拍戏特别努力 就连白露本人也承认 自己在拍戏方面很有野心 当进这个圈子 拍了一两年那个时候 野心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大家听到 这不是白露 白露成不棄我 类似这种话 就是说白露的血管都还可以 就这样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 拼命的白露 几乎全年都住在了恒电 而除了拍戏 白露在生活中 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 拍上林副史 里面的毛笔字 都是他亲手写的 上奔跑把兄弟 其他嘉宾的毛笔字 丑除天际 但白露的毛笔字 却能让人惊艳 日常拍小视频 他可以用韩语流利的 模仿经典桥段 即便是粤语也能自由切换 港台风顺 肩扑面而来 除了语言天赋爆散 白露的性格也很不错 天生自来说的 他无论和哪个明星大戏 都没有压力 任嘉伦 罗云熙 徐凯 每一个都被他的放肆大笑毒害过 后来在参加节目时 白露见到王一博 更是秒变惺惺眼 甚至罕见的害羞起来 现在让他评价王一博的长相 还一度紧张到结巴 白露一改往日搞笑女的本质 也让王一博忍不住 多看了他几眼 从王一博宠溺的眼神 不难看出 他也被白露的笑容感染 就连一向只对卑鄙宠爱的郑凯都甘愿用腿给白露当凳子 不知男嘉宾对白露照顾有加 卑鄙也对他很不一样 要知道此前无论是迪丽热巴还是宋雨琪 在节目上都与卑鄙关系微妙 或有种一山不容二虎的感觉 但白露登上跑男后 场面却是意外的和谐 而白露也因为他的好人员 好相处 从飞行嘉宾变成了跑男的常驻嘉宾 因为白露的加入 跑男的诸实力起死回生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于正愿意砸七部戏在他身上的原因 毕竟这个世界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不劳而获的人 也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奋斗的人